加拿大日前首次发布涉台印太战略报告 报告无端指责中国并多处提起台湾 下方宣称反对威胁台湾海峡现状的单边行动 将积极投入资源深化与台湾的合作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 加拿大出台的有关战略涉华内容 充斥意识形态偏见 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赵立坚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究竟是谁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谁在煽动冷战思维 渲染阵营对立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赵立坚强调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与国交往的黄金法则 台湾 新疆 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部势力 指手画脚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加方曾多次表示 重视对华关系 愿本着向前看的态度 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 加方应言行一致 拿出诚意和善意 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 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用行动将承诺落到实处